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 你已经放了很多个Label在这里了 有这个Region Label 还有什么Major Label 还有销售的总计的Label 所以这边看到三个Label 看到三个Label 然后接下来请问可不可以再看到第四个Label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Sales 搬到这个Label这边 它不会增加 因为重复的它就不让你增加 所以我们先做修改 举例来说做什么修改呢 这边滑鼠右键 针对这个Label滑鼠右键 这边有一个Quick Table Calculation 就是快速表计算 快速表计算哦 在讲义上我也有给各位 快速表计算可以算出很多东西 例如说算出什么 算出我们的Person of Total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百分比 就是这个面积所占的百分比 这意思是什么呢 这意思就是当我们今天在程序员群图的时候 他就会希望说他有一个百分比的依据 因为通常我们在报告的时候啊 我们都会讲说哦我们那个西区 西区呢的John经理负责的区域 然后呢他的总销售呢 占总公司的销售比例超过三成哦 这意思就是说什么 他们公司的业绩啊 业绩啊 业绩啊 用总共有四区嘛 所以他超过了那个平均表现 而且表现得还不错哦 好 那百分比是多少呢 31.58% 那请问一下哦 我们可不可以再增加 增加那个以销售为排名次的那个 或者以销售金额的总计的Label呢 好 那当然做法就是什么 直接把Sales搬到Label这个地方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增加了 因为这两个不一样咯 因为这个是销售的总金额 所以这边是不是看到一个总金额 总金额 好 可是我现在要把它改成名次 把它改成名次 所以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要 Quick Table Calculation 然后接下来点选Rank 哦哦 怎么会这样子呢 大家都是E 大家都是E 有看到吗 这就不对了嘛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再去做修改了 好 那当然这个时候呢 我们该怎么修改 我们要修改是这个有三角形的 编辑这个Table Calculation 好 怎么选 为什么选 这等一下我再跟你们分享 请你们 请你们先不用做这个 这个我先把它删掉 好 好 就请你们先只要做到有百分比就好了 好 做完咯 我接下来我们要再增加一个 再增加一个 就是销售总金额放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呢 直接把Sales 搬进来到Label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会有总金额 总金额 那这个总金额 在这个地方 不是四个区的Total 是各区的Total 总金额在这里 可不可以直接把那个名次放进来 当然可以 这就是现在我们要完成的目标咯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透过有一个表计算的功能 滑鼠右键 点选 这边有一个Quick Table Calculation 然后点选Rank 可是这样算出来 大家都是第一名 为什么大家都是第一名 我应该这么说好了 他就只比自己 好 就是这个区的都是West 所以大家都是第一名 这个区呢 都是Central 所以大家都是Central 所以大家只有第一名 只有第一名这个名称 没有第二名 没有第三名 因为全部都是Central 好 所以呢 这是预设啦 我们是不是要进行修改 怎么修改 滑鼠右键 那你这么多的栏位 我要修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Editable Calculation 我就是要修改它 好 然后其他都不是嘛 其他是清除Table的Calculation 它就恢复变成原本的加总的情形 好 我们现在要修改它 修改它 怎么修改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Rank 然后接下来我们选择的是什么 这个特殊的Specific Dimensions 可是什么选都不对 怎么选这边都不对 因为它的作用 它是作用在那个表里面 不是作用在这个 作用在这里 所以你怎么选 请问一下Dimension Dimension是不是选那个名称 上面那个名称 可是我现在呢 我要做的是什么 我要做的应该是 透过Sales的总计 所以怎么选都不对 因为如果说我今天特殊选 或选别的 你都不能去做一些选择 好 所以呢 我们要去做 新增加栏位的方式来告诉你了 好 我要去算出来 谁是第一名 谁是第二名 谁是第三名 谁是第四名 好 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咯 首先啊 它的做法 为了我的一个好看起见 我们先把现在这一个 Sum 然后Sales 先把它清除掉 好吧 清除这个 Cable Calculation 至少它会复变成总价 总价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Rank要怎么算 然后 等一下呢 我要恢复变成一个表的方式 表方式就可以算出 第一名是谁 第二名是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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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